飲苹果醋可以减肥吗? 今天的视频我会分享 究竟苹果醋是否真的可以帮到减肥 有没有科学根据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John Health Coach 欢迎你来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这个Channel是帮你和你家人做更名字的健康决定 不想错误的话就记得订阅和按个小铃铛啦 首先 苹果醋是怎样来的呢? 苹果醋是将苹果中的Glucose 发酵变成月醇 然后再进一步将月醇发酵成月酸 或者叫做醋酸 醋大约有4-8%是醋酸 其余的都是水 苹果醋还有些维生素、抗物质和一些益生菌 所以无论是苹果醋或者其他的醋 例如黑醋、白醋或者Balsamic vinegar 它们全部的主要成分都是一样的 是含有4-8%的醋酸 你也有听过很多人说苹果醋有多好 其实只因为它里面的醋酸 我以下分享的科学研究 很多只是用普通的醋酸来做研究 所以不一定要吃苹果醋才有醋酸的功效 有人说苹果醋可以减肥 因为苹果醋可以抑制你的食欲 有一项研究是用老鼠来做实验 发现醋是可以抑制食欲 所以那份报告结论醋可能适合想要减肥的人 英国有一份报告是study on human 它的实验表示到 餐前喝醋的确是可以抑制食欲 但是有些人指出 吃了醋之后有牛心的感觉 它们发现越难喝的醋 牛心的效果越大 所以喝了醋 它们就没有胃口吃东西 这个研究的结论是 用醋来抑制食欲是不适合的 所以究竟喝醋 是不是真的可以抑制食欲 或者只是令到你牛心所以吃不下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我知道醋的味道是因人意义的 有些人超讨厌醋的味道 有些人也OK 我认为为了减肥而抑制食欲 是不正确的方法 你没可能去到哪里都要带着一支醋 那如果有一天你忘了喝醋 是不是你又控制不了你的食欲 然后又抗食呢? 我一部视频也有讲到 食欲不是用你抑制的 你的食欲可能是来自 吃不够脂肪 所以血糖控制得不好 又或者你心理上有些事 是你不想去面对 而用食物来支援你的情绪 又或者你身体是真的饿了 所以发出很多讯号叫你去吃 但你偏偏要抑制你的食欲 迫自己不吃 为什么为了要受搞得这么辛苦呢? 好像什么都不吃得不反弹都假 OK我们就不提餐前喝醋来控制食欲 在日本有一行研究 在个重的人进行实验 发觉餐后喝苹果醋真的可以减肥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研究 研究分成三组人 在研究皮间三组人都吃大约一样的calorie 第一组就没喝醋了 第二组一日就喝15毫升的苹果醋 溶水溶气到500毫升 分量次喝 大三组每日喝30毫升的苹果醋 都是一用溶水溶气到500毫升 又是分量次喝 这个就是十二星期后的结果 每日喝15毫升的醋 12个星期后减了1.2公斤 但在研究后4个星期 它们的体重又反弹和之前一样 每日喝30毫升的醋 12个星期后减了1.9公斤 而研究后4个星期 体重反弹到接近研究前的体重 你可以说 咦?那我初期日人都喝苹果醋 我就可以继续瘦下去了 你要明白 这个研究里面的人全部都是超重的 它们比一般人需要减肥的空间大很多 所以同一个没有超重的人来比 是不同的 成功减错1.2和1.9kg 都比没有吃醋那组 什么都减不到 但如果你减了又再重回 那你减肥有什么意义呢? 12个星期一日喝两次醋 都挺难受的 又加上之后肥 真是so sad 其实很多人都经历过类似的情况 减肥减到这么辛苦之后又肥 如果我们只是focus在12个星期发生的事 为什么它们可以在没有改变饮食的情况之下 还可以减到1-2kg呢? 因为很多研究表示 醋是可以帮助提高宜岛素的敏感性 和降低餐后的血糖水平 当血糖可以控制得好的时候 鱼岛素的level就可以控制得好 血糖高 鱼岛素都为高 因为鱼岛素是负责将血糖变成糖原和脂肪 而我们身体储存糖原的空间是有限 只可以store在肌肉和肝里面 但脂肪的储存是无限的 所以如果鱼岛素每次都很高的话 store fat的基础是容易发生burn fat 所以如果鱼岛素控制得不好 再加上食物摄取低于TDEE的热量 就可以减肥了 大家听到之后 是不是立刻想冲出去买苹果醋来喝呢? 等一等 先听下去 也有一个研究表示 醋只是可以帮助升糖指数高的食物 减慢血糖上升 对升糖指数低的食物是没有效果的 简单来说 当你吃升糖指数低的食物 又或者你吃够脂肪 蛋白质和纤维 这些配合都已经可以控制好你的血糖 在额外加醋其实是没什么用的 你会在网上找到很多关于醋的研究 无论是做在老鼠或者人上 是有很多益处的 例如 可以帮助改善新陳代謝 降低预导素水平 减少脂肪的储存 增加爆竹感等等 这些研究是在实验室里面操作 或者是受控制的环境中进行的 虽然这些科学研究是make sense 和有根据的 但是我们人的饮食习惯和行为是很复杂的 我们每天都吃不一样的食物 又不会每一餐都喝到醋 正如我这个视频也有说到 食物是用来享受 食物和我们人类的关系 不单是提供热量给我们生存 这么简单 那苹果还可以帮你减肥吗 可以 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控制血糖 抑制食欲又或者其他原因 而不是因为它是一种神奇的食物 可以帮助你burn fat 另外很多研究只是用普通醋 而大部分关于苹果醋的益处 都只是因为它里面的醋酸 如果你真的想试一下醋的益处 不一定要买苹果醋 但是就不要抱着一个心态 当它是万能的减肥先丹 它只是可能在某些适当的情况下 可以协助你减肥 这个视频我想带出的信息就是 我们人就喜欢找short card 我们想找什么食物可以burn fat 要跟什么 diet可以减肥快 要做什么运动可以有6 pack 而苹果醋也是一样 就算吃了可以瘦 那你之后又可不可以保持你的体重呢 与其不停地找short card 不如先解决你的饮食习惯 察觉下什么事情会令你暴食 学习如何减少促进身体发炎的食物 以及注重营养的摄取 这些小小的变化加上来 可以成为很大的改变 因为你在学习如何培养健康的习惯 我做健康教练 除了教我其他人做名字的健康选择 就是教他们培养持久的健康习惯 所以苹果醋是否可以减肥 都不重要 因为任何食品 就算有多健康 是取代不了健康的生活方式 多谢你看这个视频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就给个like 分享出去给你关心的人 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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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